假期出门去玩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旅游路线 结果有人一上了渡轮呢 看到工作人员不但违规吸烟 而且他的旁边就大大的贴了一张警示 说船上全面禁烟 废高罚一万 而且甲板下面就是油库 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业者展开了调查 将要处分这个违规吸烟的船上员工 就在往小琉球的渡轮上 工作人员的这个行为让目击乘客说 这叫人怎能不害怕 船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船尾的甲板上 远远望着海 还抽烟抽得很望我 一抽还抽了两根 而且油库就在甲板下 尤其讽刺的是工作人员在这里抽烟 旁边就贴了一张大大的警示 提醒这里是机舱重地 船上全面禁烟 如果违规马上开罚最高一万元 不止船上有公告 船票上已经指乘客在船上吸烟 如果违反的话 船家有群俱在 当然很不好啊 又恐怖又无助感啊 想到就是在像那个什么 夏郎湾 还是说香港的那个沉船事件一样啊 为什么我觉得还恐怖啊 东港到小琉球是超航的旅游路线 投送民众趁着连驾 想要好好放松一下 结果一张杜伦就看到工作人员 围围吸烟 我们当时不能吃啊 因为有那个就知道啊 可是如果发现我们在船上吃饭 也会出饭 你们会吗 也会出饭 一艘杜伦满足80人 要求乘客全面禁烟 船员却自个抽起烟来 简直是危险吃饭 日常市员张春华 徐一林台中屏东 综合报道